小伙伴们注意看 随着新版本的更新 新道具红色弹球来到了淡宰岛 所有玩家都在快乐的戳架子 让红色弹球从楼梯上滚下来愉快的玩耍 但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红色弹球来到了淡宰岛 却让我们所有淡宰玩家 永远失去两个道具 你们难道不好奇 红色弹球来到淡宰岛 却让所有淡宰玩家 永远失去的这两个道具 究竟是什么道具吗 首先来看 所有淡宰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一个道具 它是粉色音箱 如果你还记得粉色音箱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它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曾经粉色音箱淡宰 只要靠近它 就会被它瞬间弹飞 而曾经粉色音箱 所出现在淡宰岛的位置 是在摩天轮的左下角 可是这一切 随着新版本淡宰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在摩天轮的左下角 已经没有粉色音箱了 它已经被删除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再来看所有淡宰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二个道具 它是彩色气球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曾经淡宰拉动高级弓箭 射向彩色气球 就可以把彩色气球射到天空中 也是非常好玩的 而曾经彩色气球 所出现在淡宰岛的位置 是在摩天轮正前方的广场上 可是这一切 随着新版本淡宰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在摩天轮正前方的广场上 也已经没有彩色的气球了 它也被删除了 所以说小伙伴们真的不要再开心 新道具红色弹球来到淡宰岛了 因为所有淡宰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道具 它们分别是彩色气球 和粉色音响 我真的好伤心难过呀